三人上來包夾 這個球傳到中間 傳得不錯 直接領控射門 這一球打得精彩 是由尤家皇把這一球給射進去了 其實在最近的兩場交手 包括我們前面講到的那一場 這2比0變3比2的 也是台鋼先持得點的 而且台鋼是在十多分鐘就兩球領先 但當時因為台電 是在20分鐘左右又追回一層 所以其實後來才會有逆轉勝 不過剛剛看到台鋼的確 所以看到Benchy 它是這邊的一個牽制力 再來看一下這個球 直接掉到中間 尤家皇沒有停球 對 所以這個球真的是 凌空搓射非常的一個漂亮 那在邊路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為了要守Benchy 剛剛其實是有2到3 傳到最前面 Marco 華禪 現在變成了守門員跟Marco一對一 晃掉 再起一腳 GO Marco Marco個人的一個標準基本動作 是 邱宇宏其實嘗試要在中間 但是以剛剛的位置來說 他真的是非常的一個被動 那Marco最後這一個 你看他在該把這個球控住 冷靜的時候 其實他是非常的冷靜 然後但是呢 當他已經不能再多帶了 因為除了守門員 連防守者都趕上來的時候 他非常充容的 即使是重心有一點點不穩 還是趕快做了推測 所以必須要說 這剛剛 在林正義的這一個鏟球上面 那並沒有做好 那在 看這個球 往旁邊來鏟 其實他 就是必須要鏟得更往偏 這球一定要輕掉才行 對 就不小心鏟在Marco的身上 反倒是讓Marco可以有個進攻 好機會啊 然後剛鐵的這個進攻 在上半場 真的來勢洶洶 前十分鐘 這個球後停在一顆 第三顆的進球有了 Benchy 今天台剛真的是完全打風掉了 這剛剛是俊青 一個中鋒出來扯邊 但Benchy也告訴大家 他不只是可以在邊路活動 他在中間一樣是有 這一個頭錘勾門的能力 日本直接包在 包在這個雨下 這個球就是 機會起腳 GO 第四顆進球 給隊長吳俊青做球了 對 所以我們前面提到的 在台剛的這個 攻擊的這四顆星 這四連星 今天現在是全部都開火了 對 哇 在台電這邊到底怎麼擋啊 尤家皇 Marco 吳俊青跟Benchy 哇 四位的球員在今天都進球 同志這四個人呢 就把整個台電的這個防線呢 全部都給搞破壞搞掉了 這次是Marco的助攻 吳俊青 你看到這個球 左邊過來的球 但他其實目標是要打右邊 所以他一方面 他身體的角度做了一個側身 他特別是一瞬間呢 他 又把球給塞到前面去了Marco 直接起腳 遠射這個球 這個球進了 GO 我的天啊 第五顆的進球在上半場 哇 這場比賽在台電的一個對死當中 可能會成為一個 他們遠遠的一個痛了 對 現在的話已經變成只是說 你怎麼樣去避免 然後把這一個難堪的歷史 變得更恰的難堪 在這種數字上面的差距了 回來協防 在上半場的比賽 整個就是一團亂 對 小球第二個門柱 但是守門員這個球沒有拿好 又進球了 哇 邱玉宏這邊其實已經有抱住了 第一時間都是球彈了出來 是 但是所以這守門員 在這個高球的處理上面 這也是邱玉宏在過去 當然他是一個積極性 非常好的守門員 我覺得對於地面球的處理 也非常的好 但是在高球的判斷上面 當然包括說 在當年的一個世界盃資格賽 當時在附加賽的時候 對到文萊的主場比賽 也是因為他接球脫手 造成了中華隊在主場是0比1落敗 這球其實是不應該有的一個狀況 即使他在後方跟Bench 會有一些身體上面的一個接觸 從來相比的話 特別是在一個 哇 又鐵了 這個球是一個 當然是有些幸運 但你可以說這種 已經是在 這個台灣鋼鐵這一邊 因為我剛剛 這羅志聰教練 這是做出類似像 Michael Jordan的一個動作 當年Michael Jordan 在NBA的總冠軍戰 單場投進六個三分球之後 我做出了這種 哇 我就是神的怎麼樣 對 再來看一下這個球 遠側 那中間是有碰到防守球員 變成一個折射越過了 邱玉宏的頭頂 對 再來看一下 哇 正好打在了膝蓋上面 對 那這個球 讓他反彈進去的是 換上來的球員陳嘉峻 結果包括在農曆春節後 這個球有了 打破鴨蛋了 終於是打破鴨蛋了 在門前 而且現在趕快抱著球 利用在最後的一個時間 是 曾志偉在這邊 至少替台電打破鴨蛋了 這一次的自由球 收到了效果了 也是球隊當中的 這一個資深球員了 在門前了 潘文傑這個球 其實在他沒有足夠把握 因為畢竟前面有非常多的人 對 那守門員在處理這個高球 要出小禁區 這種死球的話 你 抱子戲法的Marco 右側 傳到中間 GET的漂亮 結果竟然是中後衛 宅輸得才來做一個突擊 越來越接近 拜仁跟巴塞隆納的比分了 馬可今天三進球 兩助攻 那整個台電都在押上搶攻的情況之下 回防幾乎是沒有人了 謝博安的這一個殘球 也是沒有把球給處理掉 又是打在了Marco的身上 對 這一次Marco給得漂亮 蘇德才在比賽86分鐘進球 把比數變成了8比1 忌憚到這種累積黃牌的考量之外 台剛的包括要打的陣型 再起腳 又進了 第四顆Marco 大四席啦 因為我們是進球的人了 然後隊友來幫他擦鞋子 不過Marco現在說沒問題了 來 我幫你擦這樣的球 四進球 兩助攻 台剛的九個進球 有六球跟他有關 真是七甲聯賽最可怕的黑將軍 真的是回來了 這場的比賽再度的錦上添花 Marco今天已經進了第四顆球了 直接起腳 想轉進去 進了 這球進了 哇 顏和聲這一波轉進去了 真的是連文傑 我們中華男主的國門 台灣門神這個球 真的都只能夠望求星探 結果這場球是曾志偉的 沒開二度 如果說台電今天這場比賽 還有球員可以稍微 有一點點安慰的話 可能就是這位替補上來的 不大的前鋒了 哇 真的打得太神了 曾志偉 如果不是對面得九分 有九球的話呢 這個真的是這兩個進球 只可惜他是在一個 不是一個對台電來說 那麼美麗的夜晚 比賽也是畫下來巨大的 那在這場比賽 最後呢 曾志偉的一個進球 雖然讓高師台電這邊 稍微有些安慰 但是 最後呢 還是由台灣鋼鐵以9比2 來拿下了比賽的勝利